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鬼作秀5》 故事一开始,大肠在桥下钓鱼,可显然他的心情并不平静,因为大肠的脖子上全是抓痕 大肠坐在河边拼命地忍住哭泣,干样子这样的事情他经历的不少 不一会儿小伙伴小胖在桥上呼唤大肠,小胖本来是来桥下蹭大肠的零食吃的 在看见大肠身上的伤后就知道大肠又被哥哥家暴了 小胖提议大肠去自己家暂住几天,并且自己也可以去帮大肠教训他的哥哥 顺便用他粗短的胳膊比划了几招 小胖几经几两大肠还是知道的,不过看着小胖滑稽的言语,大肠笑了出来 他心里明白朋友只不过是在逗自己开心 小胖自见大肠笑了也不再担心,因为家里有事小胖就离开了 不一会儿大肠听到桥上有吱吱的声音,而周围的乌鸦也叫了起来 大肠内心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本来以为是小胖跟自己开的玩笑 在桥下冲着桥上大喊小胖的名字却发现来的人竟是哥哥 哥哥把大肠的自行车从桥上扔了下来 大肠健壮赶紧逃跑,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大肠穿过墓地逃到了一个农场 农场上的稻草人引起了大肠的注意 因为稻草人竟然是用骨头拼成的 心脏处还插着一根拐杖 大肠面对这个稻草人仔细的打量了一番 不久后,哥哥追来的声音再次传来 大肠只好把稻草人身上的拐杖拿下来作为仿身武器 并且躲到了旁边的屋子里 可几乎大肠前脚刚进门,后脚就有人敲门 大肠本来以为是哥哥 然而门口却有一个特别高大的身影在晃动 透过窗户大肠发现哥哥的身影还特别远 那门口究竟是什么人在敲门呢 与此同时,门缝里居然伸出来一堆枯木 这些枯木之藤把门打开了 大肠被吓得急忙爬上楼梯想往楼上跑 然后楼梯因为年老失修,经受不起大肠的重量 大肠直接摔到了屋子里的地下室 这不摔不要紧 一摔下去还真让他发现了点东西 地下室里有一具尸体,旁边还留有一封遗书 大肠拿起了这封遗书 原来这具尸体是农场主人的 农场主人的妻子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 最终没能战胜病魔,以至于去世了 农场主人感受到无尽的悲凉和寂寞 他不甘寂寞,想要再创造一个伴侣 他用野猪的尸骨和稻草平成一个稻草人 为了让新伴侣具有妻子的气味 农场主拿了妻子的一件一物作为稻草人的心脏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心脏真的让稻草人活了过来 不久之后农场来了一个女孩 然而稻草人却突然杀死了这个女孩 此时农场主才意识到妻子生前就很爱吃醋 看来这死后更加猖獗 会把所有接近自己的女子斩草除根 农场主不愿意再让稻草人四处伤害别人 于是亲手把拐杖插在稻草人的心脏上 将其封印 随后农场主自己举枪自尽 读完了这封遗书 刚跑出没几步稻草人身上的藤蔓就抓住了大肠的脚 慌乱中大肠摸到了刚刚丢掉的拐杖 他想要拿起拐杖去攻击稻草人 没想到稻草人见到这个拐杖竟然停止了动作 不过这并没有让大肠心软 他非常坚举的拿拐杖再次刺入了稻草人的心脏 随后逃出了农场 大肠偷偷的跑回了家 才知道哥哥找累了自己已经睡着了 大肠悄悄的拿着针线在哥哥的身旁扶风补补 一切做好之后大肠把哥哥叫醒了 哥哥有些激动 毕竟是大肠自己送上门的 然而下一秒哥哥发现大肠竟然召唤出一个恐怖的稻草人 哥哥被这稻草人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从这件事情之后大肠仿佛变得可怕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兄弟之间千万要和睦有爱 小打小闹武伤大雅真的动粗